波琴上季在德甲的失波數字是最多的一隊 比最後的CO404更多 而且如果跟前季相比 他們就失多了20球 那也是相當誇張的數字 防守一定要改善的了 還有一樣東西要改善的 就是他們平均年齡的結構 因為德甲理智 向來都是一個講求年輕化的聯賽 都是很多新人很多清分 波琴其實他們的平均年齡是全德甲最大的一隊 去到26.7歲 當然啦 26.7歲 如果你說跟西甲那些相比 都不借一提 都是很年輕的 但是在德甲的環境上面 波琴在這方面 原來已經是年紀最大的一隊 上季我看一些正選11人的統計數字 他們是上季都曾經試過出一兩場的正選11人 是球會史上年紀最大的 這件事都是他們要逐步考慮年輕化的一個環節 還有合約那方面都有14個球員 都是在夏天就會合約期滿的了 都不難解釋的 因為陣中多老將嘛 那老將球員就可能是一季一季去簽 但是就很多都是一些 就是說上季陣中的主力球員來的 但是就可能球會都會覺得 都要結合到底他們每季的成績 因為如果降班的話 可能祖軍的狀況就不一樣了 有時候就算 可能球會覺得有些球員 就算真的免費離開了 都不會說 如果他們真的合約完了的話 人才兩失都不會說失很多 因為球員可能身價都不會太貴 所以這件事都是他們在前季升回來 德甲之後的一個劇本 都沒有辦法 因為波琴始終都不是很多錢的球會 今年就有一件事 其實除了你說球員變動多之外 教練團隊或者管理的班子上面 都很多新面紅 因為有很多的崗位都是有新人的 包括哪些呢 有新的助教 體能教練 恢復教練 即是說恢復教練 英文就叫做rehab coach 還有就是比賽的分析員 體育總監 一隊的主管 營養師 波琴都找了一個新的人 所以就看看這一堆的新面孔 可以令到球隊有多大的提升 其實就 我們很難在球場上面觀察得到的 就是你不會知道營養師的餐單 是令到球員有多大的提升 或者就是你不會了解到在賽後的恢復 對於波琴的一群球員來說有多大的影響 所以就唯有靠成績去說明一切了 好就好在這隊波其實有 只有兩個常規的國腳球員 可以看一看陣容 陣容其實上面就 看一看那個組軍上面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人就夠的 最好一件事就是他們 不是很多國腳級的球員 我想數一數一數 只有兩至三個而已 比較重要的就是日本的國腳 淺野托模 但是他在日本就不是必然主力來的 入選他就會 但是你說正選呢 因為始終現在日本邊路 或者進攻的位置上面 都很多人選擇 所以淺野托模 角色球員 他就很勤力的 但是你說進攻上面 就是有時候 新保一都未必是穩定打正選 另一個國腳球員 就是今年新加盟的斯洛霍克國腳 就是比勒 比勒就是一個通天老官 等一下就再介紹多一點 所以國際賽期間 我相信波琴應該都可以爭取時間 休息一下 頭七周的聯賽 我看回賽程 這隊波其實已經是要對上季的頭三位的球隊 包括拜仁 多蒙特 以及萊比錫 因為深水清的球迷都會記得 上季波琴 其實開季是七年敗的 所以也是令到湯瑪士烏沙不保 所以就換了湯瑪士烏樹 那麼今年 會不會又整個七年敗呢 那麼球會當然希望不要 但是就 其實開局就絕對不理想 因為除了第一輪的聯賽 是對著斯特加大敗0比5之外 德國杯第一圈 也是輸了給德秉的對手 就是比勒費爾德 互射十二碼出局的 還有我看回陣式都有點奇怪的 毛尼拉姦他們轉踢三後衛的陣式 因為其實湯瑪士烏樹上季 就是過了頭七輪賽之後他接手 他接手之後一直到季尾 我看回一些用人陣式 其實就只有一場球是用三後衛的體系 就是對著雲塔不來梅 那場球就輸3比0 那麼季前熱身賽呢 其實他也有用過一下的 但是就 不是很經常用這一套形式 所以上場對著斯特加 我也覺得有點意外 為什麼突然踢三後衛呢 可能他心意就是覺得 斯特加對面近年都是經常踢三中堅陣式的 會不會就是對應對手呢 但是上場斯特加就踢四人防線 那可能自己就捉了蟲了 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你看看 你看看陣容呢 我自己估計 最佳的陣式呢 都是用回4-3-3啦 就是這個4-3-3 簡單得來 球員又熟練 因為那個4-3-3的陣式 其實中場中的三個呢 就基本上有一個是鬥著的 接著兩個呢 就叫做走動型的八號位角色 box to box的球員 那其他就兩邊的翼鋒呢 都是很純正落底全中啊 就沒有什麼特別花巧的了 前鋒線就基本上是靠高大哥的菲立普 何夫曼一個在前面衝鋒陣啊 或者是靠他在前面數虎啊 這樣啊 所以我推介的球員呢 都是這位身高有成1.95米的高大哥 好啊 那他就是某程度上 他今季進多少球呢 或者前鋒球員進多少球呢 都是會是令到波琴 關係到波琴 今年能不能夠互給成功 那所以就 對上這兩年 譬如前季有普達 上季呢 就有菲立普何夫曼 那都是叫做一些能夠 有一定入球數字的前鋒球員 那所以 波琴都是很靠這一味的了 就是那些前鋒球員呢 如果有一個多產一點的射手呢 那當然可以幫得到對球去互給啦 那陣容那方面 我覺得其實雖然你說多變動而已 就是今年你說新加盟的球員都多的 那當然不是一件好事啦 那但是上季其實夏天呢 我看到對球的轉會操作呢 都是很頻繁的 那但是上季 因為他們也一樣可以互給成功 那所以就不是說 變動多呢 就很影響到波琴的 那都是主要是看一下教練的功力 還有就是整班球員的 到底在演練上面啦 或者幾快可以產生到一個化學作用啦 那麼留意一下那些新加盟的球員呢 我就覺得有幾個都是值得拿來點評一下的 包括就是攻擊球員的卡華亭 卡華亭就其實今年已經是球會的最重磅收購了 是110萬歐元啦 他就是一個德國出生有加納血統的邊路球員來的 卡華亭或者可以踢前鋒 他去年就踢這個德穴的馬格德寶 那就有10個入球 都屬於球隊的首席射手來的 那他今年就升級了 上到來德甲了 那看看你會不會覺得就 兩個邊路球員呢 都有非洲血統啦 還有就是克雙薩 一個他就是另一個就是安維艾跡 安維艾跡也是上季在邊路的一個突破的源頭來的 波琴一個就是踢法 簡單直接的邊路球員啦 都是去落到底之後傳中波啦 那看看卡華亭就 他又自己本身可以應付箭頭的角色 還有就是另一個攻擊球員呢 就是講著 或者這些邊路球員呢 就是講著麥斯維迪 麥斯維迪呢 就是曾經在維迪斯 因為他對上三季就是踢荷甲的維迪斯 而湯馬斯列樹呢 正正就是在來到波琴之前呢 就是教維迪斯的 教了兩季 那叫做顧劍重逢啦 他就是三日前才是28歲而已 還是 還是 還是年輕當打 就是來自德國的 就是本身是德國人 只不過就是之前去了荷甲賺食啦 還有就是 另一個都是來自維迪斯這對球的 就是中場的比路 比路剛剛介紹過了 斯洛伐克的國腳是一個通天老官來的 很多球 很多位置都可以踢的 這件國家隊都是 國家隊呢 他就比較多是踢邊路位置的 所以來到之後我都 不是很估計得到他會是給湯馬斯列樹 是擺在哪個位置了 邊路也得 中場中也得 我估計呢 可能是會擺在八號位置先啊 因為就 邊路位置其實波琴都有 不少球員是可以提供到或者是選擇的 那試過其實上季呢 我看回他在維迪斯 曾經對著PSB彥迫芬和亞迪士的大戰之中 更加是試過踢正前鋒一個魏九號的角色 看看今年又會不會是這樣用呢 還有就是 有邊的新加盟的球員呢 帕斯拿克 帕斯拿克 就 都是近年發展是很不如意啊 無論你說 就是被多蒙特借了出去 賀芬霞的年代啊 或者其他球會等等 都是 沒什麼機會踢的 所以今年就 過來了 看看可不可以 免費過來了 看看幫忙是 踢一下兩邊的閘 還有就是 達舒拿 達舒拿也是另一位來自得月的新人 其實就是 德甲的新人 你可以說沒有德甲的經驗的 24歲 上季就踢聖保利的 那他本身其實就 又是那些多功能球員 可以踢右翼 可以踢攻擊中場 前鋒都聲任的 上季其實去到季中打後呢 我看到達舒拿也是 專心踢前鋒這個位置 聖保利就當時 勢如破竹 因為聖保利上季其實去到 季尾階段 曾經試過聯賽十年勝的 以為可以衝擊到這個 聯賽的第三位置 富家賽 但是結果最後都是 事與願為啊 說完前鋒 或者前線的新加盟球員 就說說後防 後防就今年 都有兩三個 新加盟球員 包括中堅的路斯利 路斯利就是26歲的瑞士中堅 1米86 來自瑞士的球會 草猛的 因為今年 中堅位置都有一些 球員就離開了 所以他也是 免費回來 就是免費 來到波琴 那就適合了 因為起碼不用轉會費 還有就在佛賴堡 借了奇雲舒洛達碧克 就是多蒙特的力高 舒洛達碧克的兄弟 所以就 過到來 他的級數當然就差一點了 但是就 近年都經常被佛賴堡 借過去不同的球會 還有就 有些外借球員回收 但是暫時我就 看到沒有哪些球員 是頗受教練的 湯馬斯利重用 還有就滿章位置 其實也有泰爾迪的 但是泰爾迪 我想也應該是第三門將 因為正選的文劉爾列文 雖然 上季失很多球 但是 其實他的表現 評價是不錯的 另外米高艾沙 之前在德甲 有一定的比賽經驗 所以泰爾迪應該來到 就是 我想第三門將 就不會馬上得到正選了 離開了的球員 其實也多 但是比如說 讚尼斯 賀恩 就是左閘 或者中堅的 林浦普路斯 前鋒的柬和拿 這些都不是主力 唯獨我覺得 賀特文 這位菲律賓的國腳 上季就開始 沒什麼機會 踢 今年就外借 離開了 還有就 有兩個球員 我也覺得有點可惜 能力不差 比如波蘭的高拉爾斯基 這位防守中場 但是上季也是雙多個踢 所以今年就 自由生日離開了 還有就是 史達費列迪斯 這位就是希臘的 集委球員 近年除了左閘之外 右閘防守中場也踢過的 但是這麼多功能的球員 球員又放棄了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還有就是有些球員 就借用其滿 包括就是杜明尼基 軒斯 沙爾迪讚高 這些後防球員 還有就是中場中的 根迪 這位賀文龍的 防守中場 都是借用其滿的 所以波琴呢 其實就 真的每年都借一些球員 過到來 或者就是免簽一些球員 過到來 那如果就是 合約完了 那就又自由生 那就走了 所以 變動是多的 但是變動得多之餘呢 其實他們 對於 因為他們有踢法 相對簡單一點 保持回防守 只要穩住布防 然後進攻呢 踢得簡單直接一點 兩邊全中 去支援箭頭 其實這一著 在德甲呢 這兩季都算是暫時行得通的 那中場 就是你說 除了不想靠兩翼側擊 去 這麼講求這個踢法之外 其實中場 其實都有一定的 技術型的球員 例如十號仔的菲勒浦科士達和奇雲史道加 就是 當中兩個可以是加強中場創造能力的球員 那菲勒浦科士達其實上季助攻呢 就是他職業生涯的新高來的 那奇雲史道加呢 入球數字呢 就是他在德甲的新高來的 所以兩個球員都有一定的 上季都有一定的突破 那還有就是達舒娜 達舒娜剛剛說的 這兩三位球員都是 我想是 因為球員希望他們是能夠加強中場的滲透啊 做到一些派牌啊 就不要令到進攻是這麼單調 那左翼位置呢 就反而是基本上是安維艾茲 一個是去上球去殺的而已 那可能 麥斯維迪也有機會可以踢前一格的 那看看這方面 湯馬士烈樹會不會是 安排他踢前一個位置呢 那另外就 我都說漏了 中堅其實還有一個新加盟的球員 就是貝拿道 其實如果你是白禮頓粉絲都記得他了 因為都曾經是踢過白禮頓一段短時間的 那但是就在白禮頓就不算說太多上陣機會了 那麼今年就 60萬歐元就過到來 曾經其實都跟湯馬士烈樹是合作過的 不過就不是在維迪斯 是再早之前 就是在薩爾斯堡的年代 或者就是薩爾斯堡的一個衛星球會 就是列佛寧 就是奧地利的低造比亞球會 都是跟湯馬士烈樹合作過的 所以就這麼多的新加盟球員呢 都是看一下那個整合能力是怎樣 那前面就 菲勒浦荷夫曼呢 推介他 就是你看到我 推介球員當中都是選了他的 上季又入了八球 都是球隊一手直射手來的 但是你看到季尾呢 他的腳封都不是太好 二月頭開始呢 去到季尾都是入得一球而已 除了他之外 就留意一下 另一個高大中鋒 就是寶書欣斯基 寶書欣斯基也是一個新高過1.9的球員 菲勒浦荷夫曼就1.95 寶書欣斯基就1.9 那麼 除了他兩個之外 就還有西蒙蘇娜 但是西蒙蘇娜就 自從上到德甲之後呢 因為他在波琴 上來德甲前那一季的得月呢 他就入球數字就不錯的 但是上到來之後 可能都不是很適合 在德甲一些這麼簡單直接的踢法 所以他在球隊的作用都沒有在德甲前那麼大了 那都是靠一些高大的中鋒球員 我相信 總結啦 波琴 其實雖然你說第一場球他們大敗一場 那還有就 又聯賽就是在德國杯又出了局 那我覺得就 一個球季就不是說只是看一場半場球的 上季啦 波琴 如果你一來七年敗之後呢 你又覺得他一定在降級班呢 那你又看錯了 那原來換一換教練 貴中啦 就是有一段小小的高峰期呢 就已經是可以幫到波琴是 呼吸成功的了 那所以呢 就大敗一場固然不好的了 但是現在你說波琴肯定降級班呢 那當然是言之上早啦 再加上你看回其實現在的雙兵名單呢 比露啊和卡華亭這兩個新加盟的球員 都是在養傷的 都要一些時間去磨合啦 所以波琴我相信都還是 他們的球迷都會明白的啦 就要給點耐性啦 但是就幸好今季呢 其實德甲就 升班那兩隊呢 凱登涵和達斯泰特呢 就不是說近年德甲的常客 那你感覺上這些球隊的級數是未必太高 那所以上季原有的德甲球隊當中呢 我自己覺得奧格斯堡和波琴呢 就一定會是比較危險一些那兩隊的 那所以目標就一定是希望爭取 你至少呢都要排到在第16位啦 因為排到第16位才可以踢這個 也有機會轉戰這個德甲的福家賽嘛 而福家賽你根據上這幾年的走勢呢 那麼德甲的球隊通常都是佔優的 所以這個都應該會是波琴的 今季的一個目標來的啦 就是如果不能夠爭取到 直接 互給成功的話呢 至低限度都是保留在第16位啦 那我就問一下大家啦 上季德甲那幾隊的 就是 互給的球隊當中呢 史特加啊 奧格斯堡啊波琴啊 雲達不來梅啊 賀芬咸呢 你又覺得哪一隊今年是最有危機呢 黑軍事訴訟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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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